大家好 我是天阿婆 今天分享自己做的又麻又香的花椒油 自己做的油的质量可以更好 所以自己也更放心 需要两种花椒 一种是红的花椒 一种青麻椒 红的椒气味更香 青麻椒麻味更足 各取30克 外面买来的花椒粉尘都比较多 看起来比较脏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洗一下 但是要快速的漂洗 避免浸泡 捞出来以后用厨房纸擦干 再放到一个烤盘上 进入烤箱 烤箱的温度不能太高 200华氏度以下 那我就不预热 直接放进去 当烤箱温度升到200华氏度的时候 我们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取出来的花椒 就非常的干酥了 把它们倒进一个大碗里面 再准备一个小汤锅 要擦干 往里面放300克的油 我选的是牛油果油 你可以任意自己放心的油 只要气味不是太大都可以 那么家里有温腔的朋友 直接把油烧到10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家里没有温腔的时候呢 阿婆有一个办法 就是先倒入200克的油去烧 当你看到锅里面 这个底部开始有这种轻微的流动的时候 大约这个时候的温度就是120摄氏度 然后我们再取出来 加上刚才另外的100克的冷油 去降低它的温度 混合之后大约就在140度左右 你想做出这个花椒油 又麻又香一定不能高温 它里面有一种让我们能感受到麻的这种物质 容易溶油 温度越高 释放溶解的越多 但挥发的也越快 所以很多朋友做出来的这个花椒油好 麻味就不见了 我们要把它控制在140度左右 倒进花椒碗里 这样的麻味呢 就不会被大量挥发 能保留在油里 但是这样的温度又不足以让它释放足够的香味 我们还需要把它放到蒸锅里 蒸25分钟 让它释放更多的香麻污脂 但是呢 这样温度又不会太高 记得在上面盖一个盘子 防止蒸气流入 蒸好以后 花椒粒中原来有大量的 这种香麻的味道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从油里面捞出大部分的花椒粒 放到电动的粉碎机 或者石墨 我们手动把它稍微的粉碎一下 不要太碎 再放回油里 这样嘛 麻味就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我们真的在油里 就能尝到又麻又香的味道 那么放凉以后就可以过滤出来 那有朋友肯定会问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打碎花椒 或者用花椒粉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呢 花椒粉最好不用 因为怕这个油碗过滤的时候过于浑浊 浸过油之后再来打碎呢 它不会有太多的细粉末 如果你希望过滤出来的花椒油比较清澈 那你要用比较细木的过滤碗 那我今天这个比较粗 所以出来仍然有浑浊的感觉 不过不影响味道和口感 那剩下的这些花椒也不要扔掉 装到一个瓶子里再往里面加一些温油 放到冰箱里保存 随时也还可以当花椒油来用 好吧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也做起来吧 再来看看